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两地股市的收市情况 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近日A股早盘大幅的低开 并且是快速的跳水沙跌 但是随后股指探底之后快速回升 截止收盘上正宗指示 收报在了3392点升了9点 随正成指收报在11437点 升了144点 再来看到港股方面 横指今日高开低走 午后再度的转涨 截止收盘横生指数 收报在了29260点 升了61点 全日的成交额在1082亿港元 好 Harris我们来回顾到过去的一周 整体这个A股我们看到都是有所下跌的 它这个28分化非常的严重 那么再加上像今天的话 有这个资本上的一些监管的 这些新的政策 其实也可以说是对整个市场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A股市场会不会依然比较这么弱呢 其实反正我想在那个3400点期间 徘徊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是要跌破那个3300点的那个机会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地方面 大家可以看见今天收盘之前 户延期间本身那个户指方面 本身本来跌得比较多的 其实但收市之前一个多小时了 户延期间有跌得比较多 反过来了就是反弹的比较多了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 应该是国家对话在那个 我们叫暴力哥应该去撑着那个股市吧 因为本身我想因为股市方面 对于那个融资的影响很大 如果是那个股市方面跌太多 那个对于投资者的信心 影响打击也比较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了 是跌破3300点的机会 割去到现在 我都觉得应该是比较小的 未来方面再往上冲 其实3400点期间 我觉得了载富震荡一段时间 内地就是讲慢慢牛嘛 就是慢慢慢慢往上涨 是不愿意它涨得太快 我想了其实早晚都挑战3500点 但关键是在那个区域里头 做好一个就是那个 下一下功夫 做好一个笛子 做好一点点 打好一个笛 然后再往上冲的机会 还是存在的 因为内地的那些企业方面过去 隐喜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A股的话 其实今天也是拖累到了 这个港股的表现的 那我记得在之前 您也有一些这个评论 就是说现在这个港股市场 恒生指数 其实也应该是把它叫做腾讯指数 因为看到其中也就是一支 重磅蓝筹股腾讯 虽然是今天是再创了新高 但是可以说依然是抵挡不住 这样一个立弹的因素在 那您接下来的话 怎么来看整个这个港股市场的走势 港股市场方面来说 其实过去很多那个 港股通的那些基金 透过那个渠道方面来到香港 其实今天都要大概44个亿来到香港 这个对于港股来说 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基层力量的 因为本身就是 比如说从那个护港通到现在开始 其实本身已经流到香港来的基金 已经有8000个亿 那个8000个亿 占那个港股方面的那个 整个市场里头的那个估值方面 大概百分之二 未来方面我想呢 那个北利会慢慢慢慢往上涨的 其实想想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每一天有三四十个亿来香港买股票的话 港股要大幅下跌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有这个大买家在那边 之前以前过去那几年 很多时候那些外资 就是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那些基金 他们其实每一个星期流到香港来 才可能只是十几个亿 但他们内地方面一天已经有三十四个亿 那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加上港股方面 其实现在了 其实我们的那个估值还是很低很低 现在到现在位置29000点了 其实我们的使盈率 其实才不过是14倍使盈率 其实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上北极下美股方面都超过20倍了 我们还在14倍那个位置 未来方面我觉得了 尤其是下一年2018年 恒生起数在往上涨 涨到20% 30% 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再涨到20% 30%的话 恒生起数有机会到38000 也不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因为那个到了38000 才不过是18倍使盈率 那还没够那个美股怎么贵 过去很多时候了 真实要出现股灾的话了 港股的使盈率要短暂 会被美股贵一点点的 所以变成现在那个状况 还是有可能往上涨的 那个动力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科技股 汽车股那些板块方面推动 然后再加上金融股 Fintech那些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考虑的 刚才您也提到 说到这个美股的市场 我们看到美股市场 像这个标普 还是说指这个道指的话 都是从8月份以来 已经是连着两周有所下跌 再加上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从这个垃圾债市场当中 开始逃离了 那一般我们来说垃圾债 其实也是反映出一个股市的 提前的一个信号 那是不是我代表说 可能美股真的要拉响警报了呢 美股实施有一点点警报 说实在的 我也有点担忧美股的 但关键是那种担忧都是短暂的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那个美股标准普通 没有跌破那个2500点的那个位置 2500点大概是100天均线的那个位置 如果没跌破的话 应该还可以往上涨的机会 相对来说也比较多 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星期的下跌 就是因为税改 实施代价担忧 那个参议院方面呢 那些议员方面不允许 他通过或者加了一些 大家预期不到的那些要求 但关键是 如果是那个参议院方面的议员 他们大绝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 共和党是代表商界的 代表做生意的人 那因为他们现在是大多数 如果是下一年年中的时候 中期选举的话 选举以后他们不一定是第一代党 那那个时候要通过税改了 绝对是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很大机会 在明年中以前 应该会把税改通过了 如果税改通过了 那很多公司可以做回购 回购他们的积极的股票 所以美股方面还是有机会再往上涨的 好 谢谢Harris的分析 我们也是稍坐休息 待会儿回来